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 我们继续来说说疫情吧 眼下本土的这波疫情还在发展过程当中 这个拐点还真没有出现呢 我们看到各地一方面在严格落实防疫的政策 一方面大家彼此支援,守望相助 真的您看,一转眼 我们打这场防疫持久战已经两年多了 那面对这波的疫情 我们也听到有这样的声音说 奥密克戎就是一个大号的流感 我们干脆彻底躺平算了 那今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国家卫健委的专家对此给出了权威的解读 那就是奥密克戎绝不是大号流感那么简单 它比流感传播的快,隐藏的深 而且这个病毒始终在变异 所以到底采取什么样的防疫策略 不能够只听一方面的声音 当然更不能简简单单的说 去抄别人的作业就行了 防疫我们一定看长远,算大涨 这一波的疫情的病死率和重症人数 我们从数据上看确实有大幅的下降 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疫情的威胁变小了呢 恐怕不能简单的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国家有着庞大的老年人群体 医疗资源相对紧张 如果真的是简单的彻底的躺平 那可能很多人的生命就要去冒险 躺下了会不会真的就起不来了呢 这一点必须要考虑到 防疫现在面对着很多很多的困难 当然中国人面对困难的时候 从来不会选择彻底的简单的躺平 所以在这次的疫情防控当中呢 躺平也不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简单选项 大家常说 欲速则不达 对不对 所以要想最后的胜利呢 一定要稳扎稳打 现在就是不动摇不犹豫 坚持动态清零 而坚持动态清零 动起来才是关键 防疫和保工都要动起来 要跑起来 防疫要和病毒赛跑 而保工呢 是要和关系老百姓 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那些 读点 断点 漏点 盲点赛跑 防疫本身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保护生命 防病毒更要保民生 行白理者半九十 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 坚持坚持再坚持 只要信心不丢 节奏不乱 我们能赢